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半角公式 前面的话呢 有一个叫做背角公式 我先写出来 cos 的 2 theta 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话呢 可以把它写成 1减掉 2 side 平方 theta 也可以把它写成 2 cos 的平方 theta 减 1 好 我们来看看 来 我们来看看第一式 如果以第一式而言的话呢 同学的话呢 将 side 平方算出来 side 平方 theta 的话呢 这叫做平方画背角 这是我们 side 平方的解出来 于是的话呢 我们的 side theta 的话呢 就可以写出来了 side theta 的话呢 就是正负 根号 2 分之 1 减 cos 的 2 theta 这是我们 side 的这个半角公式 那同学说 哎 半角公式不是 这个是 2 分之 theta 吗 是一样的 右边的话呢 刚好是左边的两倍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 这个 叫做半角公式 来 我们来继续做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cos 的话呢 有没有呢 有 它的话呢 其实跟 side 完全一样 只是说它是改成的是 加 所以的话呢 其实半角公式 就是所谓的背角公式 只是把它颠倒过来写而已 那么我们的话呢 cos 是不是也算得出来呢 cos 的话呢 一样有一个正负 根号 2 分之 1 加上 cos 的 2 theta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到这个公式的地方 我们做到这边的解释 我们来试试看 算一下 22.5度是怎么算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把公式带进去 它是正负 根号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一个 2 分之 1 减 cos 的 theta 1 减掉 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到这边的话呢 这边 cos 的 theta 就不是这个了 因为的话呢 这是右边是左边的两倍 22.5度的话呢 刚好是 45 度的一半 所以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计算一下 这边正负是怎么判断呢 这边正负的话呢 要看的是它这个角度 它弱点在什么地方 请问这个 22.5度 是不是在第一向线 第一向线 sine 是正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不再写正负了 我们直接是正的 正的什么呢 根号 2 分之 我们背过这个公式 这个叫做特别角 cos 的 45 度是 2 分之 根号 2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 计算的话呢 就应该的话呢 可以 可以没有问题了 我们的话呢 在计算 继续计算的话呢 这边是 2 这边是二分之二减根号二 于是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可以算出来 这边是二二得四 四的话呢可以脱离根号 所以的话呢是 二分之二减根号二 那么我们以这个例题 作为我们半角公式的一个结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